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 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104年3月26日 露天開賣 Aaron 7986 第一條 本辦法依關稅法第27條 第二項規定定定之 第二條 海運快遞貨物在海運快遞貨物專區通關者 以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海運快遞貨物 只在海運快遞專區辦理通關之貨物 下列各款貨物不得在海運快遞貨物專區辦理通關 一、非在國外核准營運之快遞貨物專區貨類 四快速通關作業專區辦理出口通關之貨物 二、屬關稅法規定不得進口之物品、管制品、 清派智慧貨財產權物品、生鮮濃於畜產品、活動植物、保育類野生動植物及其產製品 三、每件、帶、毛重於70公斤之貨物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海運快遞貨物專區 下稱專區只供專用存儲進出口、轉口海運快遞貨物及辦理通關之場所 前向轉口海運快遞貨物應存放於獨立區格之轉口區 其通關依據轉口貨物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第一項專區應設置於國際通商港口之管制區內 並依海關管理或會集散佔辦法或海關管理進出口或佔辦法 規定向海關申請設置、接受海關管理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海運快遞貨物專區業者 下稱專區業者只能提供足夠區分為進口區、出口區、轉口區、查驗區、 待放區、契讀選及檢疫選勤務區之面積、配置通關及查驗必要之設備 辦理海運快遞貨物通關業務並經可准設立之貨占業者 第六條 本辦法所稱海運快遞業者只經營承攬及遞送海運貨物快遞業務之盈利事業 第七條 申請設立專區之業者 其資本金額應在新台幣5000萬元以上 付足新台幣5000萬元者應提供擔保 符合前項規定者應被具下列文件及書件向專區所在地海關申請專區 一、申請書 應在明營利事業之名稱、統一編號、地址、電話套碼、負責人姓名、身份證統一編號、電話套碼及其住址 二、營運規劃書 包括專區地點、擴充能力、建築構造、預估貨物量、經營計劃及團隊、船舶套奪碼頭、營運財務規劃、營運設施建制時程規劃及其他相關營運規劃相關文件 三、通關設備建制書 包括X光檢查儀儀、進出艙刷碼設備、進艙異常訊息警示系統、監視器錄影系統及其他通關設備 四、企讀犬設施設計圖 包括企讀犬後勤勢、待勤勢、適合企讀犬作業支出送代及其他相關設施 五、檢疫犬設施設計組、包括檢疫犬被勤示、綜合作業式及其他相關設施 六、電腦連線及設備規劃書 包括符合海關管理作業需求之資訊系統及電腦備源措施及其他相關軟硬體設備 七、其他應配合海關查驗及辦理通關需要之設備規劃書 海關受理專區設立之申請,應成立審查小組進行審查必要時,可邀請其他機關參與審查 審查作業應與審查書件及證明文件其備之一日起30日內完成 有特殊原因者,可與延長,其延長不得超過30日 第二項書件所在設施及設備之詳細需求及前項審查作業相關規定 由財政部官務署公告之 第八條,依前條規定審查通過之業者,應於通知送達之一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前條第二項書件所在設施及設備之建置 並以書面向受理海關申請進行實地勘查 經審查小組實地勘查通過後,由海關核准登記,使得營運 前項業者如未能於規定期間完成建置者,應於期限屆滿前以書面續明理由向受理海關申請展延 展延期間以三個月為限,於其未展期或未於展延期限內完成建置 海關的廢止依前條規定審查通過之處分 第九條,海運快遞業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海關申請登記 一,申請書,在民公司名稱,統一編號,所在地,負責人姓名,地址,身份證統一編號及電話號碼 二,海運承攬運送業許可文件,含海空合一,及其迎本一份 前項業者未具備報官業資格者,應指定配合之報官業者,並減付其報官業務證照及其迎本一份 第十條,海運快遞業者應將發票及可自辨識之條碼標籤連貼於海運快遞貨物上 供海關查核,前項鎖定發票或條碼標籤有未貼,脫落或回損情勢者,應先行補貼時的辦理通關 補貼發票或條碼標籤,應由運輸業者及海運快遞業者聯名序名理由,深經海關同意後,與海關派員監視下辦理 第十一條,海運快遞業者應以電腦連線方式或電子資料傳輸向海關申報,進出口海運快遞貨物的依其性質及價格區分類別,分別處理,其類別如下 1. 進口快遞文件 2. 進口低價免稅快遞貨物,完稅價格新台幣3000元以下 3. 進口低價應稅快遞貨物,完稅價格新台幣3000億元至5萬元 4. 進口高價快遞貨物,完稅價格超過新台幣5萬元 5. 出口快遞文件 6. 出口低價快遞貨物,離岸價格新台幣5萬元以下 7. 出口高價快遞貨物,離岸價格超過新台幣5萬元 第十二條,進出口海運快遞貨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以一般進出口報單辦理通關 1. 屬前條第二項第四款所定之進口高價海運快遞貨物或同條項第七款所定之出口高價海運快遞貨物 2. 涉及輸出入規定 3. 須申請充退稅或保稅用報單副本 4. 付運進出口案件須調閱元出,進口報單 5. 依關稅法,相關法規及稅則增助規定解免稅貨物 6. 適用進口報單類別 1. 外貨進口報單或出口報單類別 5. 國貨出口報單,範圍以外之進出口報單 7. 依貨物稅條例及特種貨物及勞物稅條例規定應課稅 8. 屬財政不公告實施特別防衛措施貨物 9. 屬關稅配額貨物,前項以外之海運快遞貨物,得以簡易申報單辦理通關 第十三條,專區之海關辦公時間為24小時 10. 進出口海運快遞貨物之通關方式經核定位文件審核或貨物查驗者 海關的調整於日間上班時間辦理通關 10. 進出口海運快遞貨物均應通過X光儀器檢查 10. 但貨物性質不適合照射X光,並經海關核准者不在此線 11.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以一般進出口報單申報之海運快遞貨物 15. 經核定位按文件審核或貨物查驗之通關方式處理者 於補送書面報單時,應檢付發票及其他有關文件,以供查核 第十四條,不同納稅義務人或輸出人之海運快遞貨物不得合併申報 但海運快遞業者以納稅義務人或輸出人名義申報進出口文件類,不在此線 第十五條,海運快遞業者不得將同批海運進口快遞貨物分開申報 前項所稱同批海運進口快遞貨物,只同意發貨人以同一行次運輸工具發送被同一收貨人之快遞貨物 第十六條,進出口海運快遞貨物屬應施檢驗,以或有其他簽審規定之品目者,應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海運快遞業者應於運輸業傳輸進口倉單後使的傳輸進口報單,並應於船舶抵達卸貨港口前完成報單申報 海關的於船舶抵達前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將應驗、免驗貨物等訊息通知與該貨物有關之專區業者 第十八條,進口海運快遞貨物之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即出口海運快遞貨物之輸出人 委任報關業者辦理報關手續者,報關時應檢驗不委任書原本,但有下